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颗种了十几年的蟹角兰 将近二十年了,这颗蟹角兰 而且它之前是红色的,颜色是非常红的 现在呢,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开出来的花慢慢变得有点金红了 就是没那么大红了,之前是非常大红的 这个蟹角兰呢,我每年呢,我都会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会把它搬到室外去,挂在室外 所以它每年都会长出非常多的花包出来 阳光对于蟹爪兰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是阳光好,它们呢,生长得就好 而且呢,有了阳光 它们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进入冬季的时候 它的花包就会长得多 如果是阳光不好 它的叶片也没有光泽 而且会圆圆的 它的花包会长得很少 为什么说阳光对蟹爪兰呢,是出花包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可以通过这一盆蟹爪兰呢,你可以看到 看它上面长了很多花包 就是上面的叶子的顶端出的花包非常多 在下部分呢,的花包呢,就相对少了很多 因为阳光是从上面照射下来的 所以它的照射,这个阳光对上面的叶片的照射的多一些 下面的叶片呢,就受光就少一些 所以你看,它花包长得多的地方全部在顶端多一些 而且顶端的花也最早开放了 西藻兰,而且它是比较老的叶片 它长的花包的机会就多一些 比较嫩的,而且弱的叶片呢 它出花包的几率呢,就比较少一些 你看这片叶子这里就没有出花包 这是一片很润的叶子 现在我可以呢,给它摘去 就这样一扭就可以了 现在出了花包都不要紧 都可以给它摘掉一些叶子 这里这里也有一个很小的 我给它摘掉 像这里它两片 那么它这片呢,就没出花包 因为它毕竟是营养 供应不上,这颗因为很大嘛 所以呢,它没有那么多营养能供应到那里去 这个叶子比较小,现在给它摘掉 希望呢,就是说有花包的地方呢,就能 这个花能开 因为血早然它不是每一个花包都能 长大的,能开放的 所以为了它这个营养能供应到 这花包上面,所以呢 现在要给它摘掉一些 没有花包的叶子 这里边 这里边有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非常的小 这个就整个给它去掉就好 然后剪刀给它剪一下 这里也给它去掉 这里这叶子都是新长出来的 而且这叶子比较小 给它摘掉 而且这一个整一个我也都不要它了 这里给它剪掉就好 不需要长那么多叶子 而且在它出花包了以后呢 最好就不要给它撕肥了 撕肥了它这些花包呢 就容易落垒的 不容易开放的 所以 只给它浇一些水就好 而且蟹角兰有发现它呢 它种在这个吊蓝盆里呢 它是会长得 形状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是呢 有可能的话呢 最好把它都种在这个吊蓝盆里头 它就会长得 形状很美观 因为这个盆呢 种的时间长了 比较老了 所以它这个叶子呢 相对来说没那么大片 慢慢这个叶子就变小片了 转过来看一看后面 这盆 我都没有给它 基本上没有给它换过盆 我记得就是给它种在这里头十几年了 所以呢 它的营养呢 也 这个泥土的营养 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了 所以呢 等它这次开完花以后 我会给它换一下盆 给它把泥土换一下 因为它这个泥土的营养 已经没有那么充足了 十几年下来你想一想 现在它正在要开花的时候 所以就不要给它换 不要给它换盆 等到它开完花 再给它换 先稍微给它调整一下 给它卸掉一些下面的这些 没有长花包的叶子 这些 给它 这些 拆掉 这些 给它 拆掉 就再重新牵插 如果你想 延续它们的生命 就要给它重新做牵插 然后重新再种过 比较好了 但这一盆呢 长了这么多年 我这还是有点不舍得 倒是给它换一个盆就好了 倒是给它换一个盆就好了 再看看它们长多少年 到时候 换一下泥土的时候 我会再做一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看这里 看这里 都有很多 新发出来的一些 太小的叶子 在里边这里 堆这里 它又没有长花包 所以给它拆掉 是 这里的叶子太多了 所以你看这一堆叶子都没有长滑到 太密集了 它的生长 植物呢也是要进行适量的要去管理它 不能任由它自己生长 这一堆叶子给它摘掉 它相对松松一些 像这些摘下来的呢都可以重新做扦插 我是太多了 所以就不做扦插了 我之前已经扦插了很多很多 这些都可以 应该 之前就应该给它调整一下 不要等它现在已经长花包了 因为之前一直很忙 所以没时间 你把这些都给它 梳理掉一些枝条就就好了 这里它就会能长花包 现在这一堆那都是叶子 太密集了 你看这边的这里比较 梳梳 就是没那么密 所以这边的花包就特别多 那里 反而就太密集了 枝条太多了 那花包就比较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关注 点赞 并欢迎转发 9000